歷史而起的 還有所謂斜槓族 什麼是斜槓族呢 斜槓指的是身兼 兩個頭銜以上的工作者 兼差也被視為斜槓的一部分 但是在國外 他泛指一個人擁有多項才能 對應在不同的工作上 這股風潮吹進台灣 想要追求多一點收入 多一點自由 還包括多一點色彩的豐富人生 謝謝你愛我 毫無保留愛我 自彈自唱 帶著憂鬱的文青氣息 他是今年師大表演藝術研究所 剛畢業的高材生 這首是什麼歌 就是自己寫的歌 那時候叫謝謝你愛我 謝謝你愛我 對 然後就是這首 因為是在大四的時候寫 就是快要畢業的時候 大學明明念的是台大機械系 畢業後本該順理成章 晉升電子新貴 但為了一元歌手夢 自費武功 人生來個大轉彎 大概是到大三大四 就是本來其實就是 創作是興趣這樣 但剛好在這段期間發現 自己越來越不喜歡 工程領域這塊 作為我的主要職業 所以那時候其實就開始往校外 或者說是一些 其他的資源去學習 或者說是參加比賽或演出 這個再寫 大學畢業捨棄百萬高薪 還得面對父母的不諒解 也不得不對現實低頭 念研究所之餘 也要為生活打拚 二十七 二十九 二十九 二十九晚上 我就只有那個週末會不在 就是雖然是主要興趣 還是在音樂創作 但就開始找可能類似 文案相關 或者說是行銷 就是需要用到一些想像力 之類的職缺去投實習這樣 兼職做行銷PT 他身兼數職 立志成為斜槓青年 在不同工作之間 累積專業技能 斜槓組他就是這種 多重職業的一個人生 同時可能有多重不同的這種 職場的身分以及頭銜 我們調查發現 反而大家是希望有增加一個 另一份收入的情況下 才不得不已變成一個斜槓組 根據調查 高達八成二的民眾 有意願成為斜槓組 而大家最想從事的斜槓工作 第一名是布洛克 第二名是YouTuber 接下來分別是網拍 作家 才藝老師 大部分的人都是為了錢 但也有人是想多多嘗試 不同的工作類型 雖然好像斜槓是做很多事 但我覺得最後還是會回到 你可能這個人對什麼事情 是比較熱情 或說是你在哪一方面 其實你的天分 真的是可以學得比較快 然後知識一點比較高的 撕起來 黏上去 這一條 上面跟下面 同樣多才的還有他 眼前這位大男孩 是文創電商平台創辦人之一 邵冠華 鏡頭前一雙巧手 教學製作卡片 他其實是清大化學系的高材生 大概就是這樣 斜槓已經成為一種趨勢了 我自己會比較喜歡是 一個T字型的 你可能很多斜槓 可是你其中一條非常的強 像我們其實有一個 專門負責數位行銷 他那一條就長到 就是可以直穿地形 曾宇同學一起創業開發APP 但都因為不熟悉市場 早早陣亡 直到成立幫人挑禮物的 電商平台後 結合他最拿手的卡片 總算出場成功自衛 老時候我們家是做手工長大的 所以我會覺得這種 精細的東西我還可以 他的全名應該是 爆炸禮物盒卡片 對 因為他打開有點像是 爆開的感覺 所以這個都你們自己做 有些是我們自己做的 有些是我們跟設計師合作的 光是禮物盒卡片 就佔了千萬營收的三成 而團隊每一個人 在不同領域都有兩把刷子 平大直攻系的 對 我們四個創本 是在請大家跳舞認識的 他是負責就是我們後端的 所有的平台的建制 就是他寫庫存系統 然後進出貨系統 就是我們全部把它建立好 都是他寫的 但創業成功並非偶然 還是得回歸到 各自的專業能力 我們創業都是為了解決 就是我們自己身上的問題 才在創 如果每個人 大家的能力都能夠互補的話 就覺得滿容易成功 斜槓青年崛起 不但為兼差賺錢 而是培養多項技能 在茫茫人海中 成為脫穎而出的一大優勢 創造自己更高的價值